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加入新闻早餐会 今天我们关心的议题是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初选 因为超级星期二上演大惊奇 拜登成功逆袭 他是如何成功整合党内的温和派 至于桑德斯现在是不是看起来后继无力啊 我们怎么观察民主党内的竞争态势 谁比较有可能出现挑战川普呢 好 今天要连线的是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的研究员 严正生老师 严老师早安 主持人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老师你怎么看拜登他可以逆转的关键 那么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 我们发现美国选举如果候选人超过两个也有所谓的气宝效应 他是怎么样成功的操作气宝 然后营造自己是温和派共主的一个气势呢 我觉得他一开始就应该是现在这个情形 只是他刚开始的表现并不是那么理想 包括在他的辩论当中 包括他募款 然后再加上他在前几个州的初选 特别是在爱荷华州他排名了第四 第五到第四到纽亨佛州还排了第五 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更让大家感觉上他的缺乏竞争力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这两个州 这个整个的选民结构是对他不利 那他一直希望就是能够在南卡罗来纳州 能够设下这个防火墙 因为这个是非洲裔选民最多的地方 那他的支持度在非洲裔选民很多 可是大家都认为说你前面两个州 如果输那么惨 按照过去美国初选的历史 你就很难翻身了 但他成功的第一个先在内华达州 他虽然就是说输了 但是他是第二名 其实他距离这个Bernie Sanders 还蛮长一段距离 但是有点感觉上是止血 然后真的是在南卡大赢 那大家本来在选前预测 就是说他大概只能赢个最多10个百分点左右 大概就8到10之间 没想到他赢了28个百分点 所以我们常常会在观察美国这个选举的时候 就是你一定要选的超过预期 就是better than expected 那如果你是better than expected 超过预期的时候 那一下子那个气势就很容易上来 所以他在南卡选完 礼拜六选完 然后再隔了两天 礼拜二就是所谓的超级星期二 那这个气势就上来了以后 那再加上另外两位温和派的候选人 布提吉跟这个Klobuchar这两位 一个市长一个这个参议员 他们一开头其实还可以 但是呢他们两个都是属于这种 大学有大学教育程度 白人的这个这个选票 他们获得的比较多 在少数主义几乎没办法争取任何的认同 那当然他们能够争取提名的路 经过了就是南卡之后 就显出非常的 这个机会就很微小了 所以他们决定放弃了 就来支持拜登 那这样看起来就是拜登一下子 就变成温和派的一个共主 那唯一剩下来就是 当然就是这个我们讲说 纽约的市长布隆伯 但是布隆伯也有一个问题 几个问题 第一个他在共和党民主党 跟这个独立人士当中游走 那算不算是真的民主党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他完全是扎广告 他前面四个州都不选 那就是靠广告来营造形象 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说 他在内华大州跟南卡两次的辩论当中 大家才发现说 我原来你跟你那个广告中 塑像的有很大 行错的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他也没有选好在这个超级星期二 那所以整个就是局势看起来 第一个当然就是拜登 他的这个选民基础 就是结构对了 南方的选民 这些对他有利 但更重要的应该是说 很多民主党开始在内华大州之后发现说 会不会桑德斯就一定是代表民主党 那如果他代表民主党的话 他这种左派这个社会民主主义 会不会被打成共产党 会不会打成就是说 是一个仇富歧视 这个美国的资本主义等等 那会担心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情形 好刚刚老师也提到 候选人的所谓属性 还有路线上面的问题 我们也看到很多个名词 包括什么保守派 激进派 温和派 进步派 我们怎么区分民主党候选人 他们在这些政治光谱上面的位置 那桑德斯是比较激进的 那这个路线不同 凸显他们哪些政策上面的差异呢 那么会不会也影响到 各自吸引到的族群 我想当然最简单 就桑德斯所谓的激进 就是包括第一个 他要全民健保 全民健保不只是全民健保 他还就是把这个 私人的健保都废掉 那然后他要征很大的税 富人税 来支持这个这样的一个健保 然后他的这个大学教育 公立大学教育都要免费了 他因为他认为说 美国现在这个学位反正也不值钱 现在大学学位跟高中毕业一样 那如果美国以前高中都是免费的 那为什么现在大学要钱 所以他这个大学要免 然后学生的贷款 过去很多年轻人的贷款 他也要免 然后再加上他也照顾 就像我们郭董所提出来 这个学龄前的孩子政府养 所以他包括这个保姆费 或者学龄前的幼儿 这个学校的费用 他都愿意来cover 那就是等于是 等于是政府管了太多了 那这样的一个就是 让大家会觉得说 完全把这个美国的私部门的 这个这种功能给取消了 那当然拜登这边 他也赞成全民健保 但他全民健保只是补助 辅助那些有很多人 没有在大的公司上班 没有公司的一个选择 他没有要废掉这个健保 那也没有提到说 比如说要 要这个 让这个大学校预免费 但是就是基本上 所谓的温和派 就是保存美国 现在有的制度 但是把它变得更好一些 所以健保有些需要改善的 可以 那minimum wage 我们讲的这个最低工资 可以提高 但桑德斯一讲就是 马上拉到15% 就是等于是全国规定的 那我觉得这些都没有考虑 各个地方的 有差异嘛 就是你密西西比州 15块钱 真的是很好很好 可是可能你在康乃迪克州 还普普通通 所以这些有州的差异 生活水准的差异 他都不考虑 就等于是大政府到一个地步 那让这很多人是没办法接受 所以这样听下来 是不是可以说 桑德斯他在拓展票源这一块 甚至像白人或者中产阶级 也许对他的政策主张 是不是会有一些疑虑 我觉得当然就是说 特别是这个 你看他的支持者 大部分是年轻人 年轻人听着 哇这个学贷也可以免了 学费未来 如果读公立大学 他的弟弟妹妹 可能也都不要那么多钱 当然听起来都是蛮吸引人 所以桑德斯带领的是一个运动 一个movement 一个有点类似革命性的 就是要颠覆美国的这个体系 那保守派的 我们也不要说保温和派的 这个民主党 他们就觉得说 我在这个体系当中做一些改善 那并不就是把原来有的选民结构 就是可能2016年输给川普 是因为这个热情不在 我把他这个热情弄出来 让他们愿意出来投票 就像2008年出来投欧巴马一样 那只要我把我这个选民结构 都吹出票来 我就可以赢了 那桑德斯这样的 有点开拓了新的票源 但是对这个传统的选 民主党选民 可能有些 没有办法那么大的吸引力 所以说桑德斯是有所谓的天花板的 就是他可能会流失更多 我们今天换个角度来讲 我们以这个川普的角度来出发好了 老师您觉得 当然川普对他们都没好话了 因为他很喜欢去嘲讽其他的候选人 如果由他来选择大选的对手 您觉得川普会比较希望谁出现 他会比较希望跟桑德斯打 还是喜欢跟这个拜登来对决 我觉得他两个都有足够的弹药给他 当然就是说他也不能批评他们年纪太大 因为他自己也是七十多岁 但是就是说他可以批评这个 桑德斯是一个左翼的 然后就把他打成像共产党 要颠覆所有美国传统的一切的价值 那我觉得这个对美国大部分人 把这个社会主义当成共产主义 这样子来看的话 那是很有一个影响力的 冲击蛮大的 所以他如果是桑德斯出来 他等于是就是把这种过去 对共产主义的这种担忧 那复制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对桑德斯出来 川普可以打的 那如果是拜登呢 如果拜登当然他的这个 他儿子在这个过去在乌克兰 这个Burisma 这个油公司担任这个顾问的 薪资很高 是不是有不妥 这个绝对可以打 但是说老实话 事实上是不是有不妥 绝对你说乌克兰这个公司 聘他他的这个资格够不够 可能不是完全够 但是为什么聘他 因为他爸爸是副总统 可是跟后来乌克兰调查 贪腐这些都没有关系 可是从川普口中出来 就是大家就会相信 那而且川普他自己的家人 其实做一样的事 但是好像他的选民就不会那么在意 所以他可以打的是这个 当然可以另外打的就是说 今天过去拜登的这个 这个三十多年在参议院 然后八年在这个 当担任副总统 就是标准的华盛顿的沼泽 就是所谓的建制派 就是他要铲除的一个对象 那所以我觉得拜登儿子的问题 会不断的出现 然后拜登自己可能他一些 过去的一些 这个投票的记录 也会拿出来检验 那反而在桑德斯这一方面 就是他的参议院是一个姑鸟 所以并没有太多这种 贪污的事情可以谈 但是他自己的这个路线 确实是比较好打的 OK 到底会有谁出现 我想也不是川普说了算 那目前就两个人的竞争态势来看 对谁比较有利呢 就民主党这个总统候选人 到底什么时候 这个出现的态势就会比较明朗 我觉得当然桑德斯 现在好像感觉上 他有一个这个天花板 但是他在加州 还是最大的州赢了拜登 那所以会不会加州 是他的一个防火枪 让他有能力慢慢出来 那我们也看到就是现在温和派这边几乎都整合完毕了 包括当这个纽约的这个市长 布林伯已经退出选举 而且表态支持拜登之后 那现在唯一剩下的就是华伦参议员 那他是属于偏左的 那跟这个桑德斯的路线比较接近 如果他退出他是要不要挺 桑德斯还是说他不表态 那我觉得这个他的选民往那边走 还可以再做一些决定 但是桑德斯现在面临的挑战 就是在三月份 过了超级星期二 最后还有两个迷你的超级星期二 一共也有十个州 一次六州一次四个州 那四个州里头有很大州 像欧海欧像佛罗里达 那这一些就是说 欧海欧桑德斯可能有利 但是像佛罗里达 因为他过去讲过一些对卡斯楚 非常战域的话 那佛罗里达州有很多反卡斯楚的 这个古巴难民留下来的 这个美国的公民在那里 所以对他也有些不利 我看起来张德斯是很难 就是说赢得这个选出选 但是他一定会打下去 就希望他的一些主张 能够留到在未来民主党 这个党纲里头能够出现 所以这个是现在的态势 大概如此 好最后大概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知道初选最后只有一个人会出现 那老师您看好民主党的整合之路吗 因为现在共和党这边 川普又有现任总统的优势 如果你想要跟他竞争的话 民主党有没有分裂的本钱 我觉得当然民主党是没有分裂的本钱 那看起来拜登跟这个 四年前的希拉蕊克林顿 是类似的这种建制派人物 也比较温和一些 但是拜登没有希拉蕊这么争议性大 对那么讨人厌是不是 而且就是说他可能可以从这个桑德斯这边获得更多的一些 如果桑德斯最后输掉的话 桑德斯大概也愿意来支持拜登 而不会像他的支持者对这个希拉蕊这么冷 因为毕竟2016年少了几百万的过去投奥巴马的这个选民 没有出来投 如果他们如果出来投 在关键的宾州 在密西根州 在威斯康辛营的话 也不会有今天的川普 所以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把民主党的选民动员出来 我觉得这个跟桑德斯要发掘新选民来讲 其实这个动员旧的选民可能更重要 好 美国大选的观察我们会持续来关注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能跟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的严正生老师 聊到这边 非常谢谢老师专业的分析 谢谢您 谢谢 拜拜 拜拜